谁也推翻不了啊 所以你那些台湾关系法呀台湾旅行法 你定那些国内法 没用 你反而把你最后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 你把台湾当中国的 当然美国也是中国的 只要中国有实力 中国强大了 中国到最后反攻到美国这个国土上 不是原子弹进了美国 是人进了美国 是科技进了美国 是市场进入了美国 是把美国占领了 经济上占领了 文化上占领了 全部都胜利了 这把美国人已经占领了 美国自然而来 将来美国的总统是选出来 是中国人在当总统了 那也许将来特朗普 他是中国人了 出了一个中国式的特朗普 这么今年都很快了 那个叫谁 那个洛杉矶那边呢 已经差不多成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了 这美国就是 民主就是这么一种形式 皇帝人留住 明天到我家 中国人一定能够在美国当皇帝的 但不是当总统的 因为什么 只要中国强大了 他这个经济力量无形影响了 他巴不得中国去当总统了 因为你有钱嘛 为什么 菲律宾他想要 我巴不得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呢 你中国成为一个省 我就经济上就有力量了嘛 这台湾人傻 我本来是可以跟大陆好好做生意的 这个 我不想跟你做生意 我跟美国人做生意的 结果呢 去花那个 胆子经购呀 这是什么 今天 今天给十万人去献殷勤呢 就是当婊子 又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那个人 你想这个蔡英文是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赖清德是不是这样的 就像断了机梁骨的赖皮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骂中国人 骂大陆人 他们都不理你 最后拿出实力来 我这个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美国人都没辙了 美国人你看看现在这个城市建设 那个电线杆子还是拿木头垫的 那个上头 我们看了很多 就是我这个城市 到处都是蜘蛛网一样的 那个路上 就跟那有一首歌 叫拉莎的 拉莎那个 那个的 女儿嘞 慢慢走 看看拉莎新年目 美国的现在了 建国这么多年 这么多强大 打了那么多的仗 那个马路上的电线 毅然如旧 城市现在还设施很落后的呀 就集中大城市 还有很多地方 那还好一点 但是很多地方 它是需要建设的 谁能帮助美国 台湾可以吗 没那么大的经济实力 也没那么多人力 可是大陆有啊 这还这个这个 这个叙事以待啊 只要你最后两个上层关系搞好了啊 美国的原住民是谁啊 原住民就是中国人啊 所以中国的土地 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这个土地是你美国人的 也是中国人的 最后谁说了话算 谁有实力谁说了话算 有钱呢 就这个经历 这个什么 这个你是亲戚 你没有钱 你就不是亲戚 听下信息 结为利益 来听下长长 结为利益吧 所以美国它是为经济利益 人的活的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的 你台湾人也是这样的 所以经济上来讲 经济是基础 经济决定一切 政治那是啊 为了社会和谐 为了大家和谐 只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 所谓民主之上 民主的最后结果就是 自己打自己嘛 就是一盘散沙嘛 我们看透了这个民主 民主是最后是要妥协的 民主的最后结果是 互相妥协的艺术嘛 现在共产党为什么做 集权一党制作 或者干什么 他不把那个精力 花在妥协的功夫上 他就按照 我是选择精英来 就按照科学来做 我这个方法是对的 你就做 不让你去讨论 不让你去 就民可使之之 不可使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之之 不可使游之 你听话 你可以知道 你不听话 你爱这么说 你谈完你不听话 你愿意告诉你 你自己的事 你搞不成 死路一条 你结果 你要是想想跟大陆 这边大陆还得给你 这个优惠 那个优惠这个政策 还得考虑考虑 你将来会不会把我 给我 给我把这个 给我家的这个吃穷了 所以台湾人 你蔡英文她说她自己聪明 实际上最大的傻瓜 台湾经济没上去嘛 你看这个台湾现在的 我刚刚去的这个台北 那些 那个台南就公布了说 最好的城市 也不过就是大陆的三流四流 这个城市 三流四流的城市建设 那个电信 那个支付宝 支付那个便利条件 那城市 这个不是一个党式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一样就是自己 自己安慰自己 这个我们不是说 这个东西最后一比较 大家一看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 吃那个破茶叶 茶叶蛋 就认为在大陆买不起茶叶蛋 还有那个福林乍材 就认为大陆 那都是骗小孩的嘛 就是那诈骗 我看那个台湾那个 电信诈骗呢 倒是很聪明 但是这些台湾这些 这些人呢 爱听这些谣言 爱听什么 爱带上当受骗 台湾的舆论呢 一边倒 一边倒就是什么 他学美国这一套 就是靠舆论来忽悠大家 忽悠民众 你看特朗普 就是搞这个舆论 舆论来忽悠这个大家 来给他投票 给他 给他 给他这个什么 给他那个 就拉选票嘛 美国和台湾这个政治 都是拉选票嘛 为了政府的连任 所以这种啊 四年一次这种拉选票 就折腾一次 劳命伤财 真正有本事 有长远的计划 没有 都是一个啊 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我今天我当了总统了 四年当完之后我不当了 这个又是一个政策 又是一个 它变来变去 所以不稳定 建设你今天这个盖这个房子 我明天又在那边盖一个房 倒了 你看现在美国这个情况 和 我在这门口 这个 十年前是这样子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多大变化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我们讲啊 十四五者为俊杰 看着清 看着穿 穿着这么一个 我刚才说了 再跟你说 香港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香港问题 为什么不 香港为什么问题是为什么不会乱 解放军在那里 解放军代表中央政府 代表全体中国人民 这个地方 是中国的 香港这个地方是中国的 你在如来佛的手袭里 你孙悟空再跳 你本事再跳十万八千里 你跳不出如来佛的手袭去 跳的结果只能是暴露着 什么李卓人啊 什么 这个 那个 梁志英啊 你们最后 乖乖的 伏法 这个结果看来呢 香港为什么 为什么成这个样子 中央没有代表 英国人为什么能够搞得好 英国派了一个总督 黄定康 那个黄定康 总督在那一坐 就等于黄帝在那一坐 英国为什么能够 现在有女皇 他就在日本 为什么有天皇 他那一坐大权 最后他是一个 这个定军 这个定海神 你说你 说你这个东西是犯法的 你这就是犯法的 所以 一国两制设计当中呢 缺了这么一个 中央代表的 在 这个总督 第二个缺的是什么呢 大家没有这个教育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意识到 这个国土是谁的 这个这个房产证是谁的 这个土地证是谁的 这个土地证是中国全体 现在香港的土地证是全体中国人民的 他回归了原来是英国人拿着这个赚在手上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共产党呢 这个中南海呢 就缺了一个挂的一个挂了一个羊头 没有 你挂了羊头你可以底下卖狗肉 但是你没挂羊头 大家就以为这个羊头就是狗肉了 所以呢 一国两制呢 你现在真的搞一国两制呢 行不行呢 不行 你搞两个 你这独立国英地奔战 它不是两个独立的体呀 你不是两个独立的英地奔战 你还是一个一个 我在这里的 我给你多少 你吃多少 台湾呢 就更不要嫌了 台湾这么一闹上 大陆人呢 原来还给你一点 认为你是中国人 这个台湾给你 那个还可以让你驻军 现在完了 自己上架勒死了 台湾马上要过海驻军了 因为从这个案子啊 从香港这个案例啊 不但驻军 还要驻人 还要军肯 搞新疆模式了 搞西藏模式了 搞香港模式了 而且还要派 中南海的这个代表 代表中央集权 对 不像美国这样子的 各个州的各个州党 它有中央的总督 这个结构在这 结构性错误 这个大陆一国两制设计的 结构性错误了 你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台湾不代表中国的 你只有统一了 它什么是一个象征啊 它有个黄建康 彭建康是一个象征 它这个制度是一个象征 它的法官是一个象征 现在到了台湾这个统一的时候 没了 现在原来说还给你 你现在这么一闹腾 因为大陆有经验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给你了 你这么 因为对你 你这个东西不放心 你这个民主 你不是跟一个 不离一条心的 什么什么两岸一家亲呢 没有一家亲 一家亲的都是那窝里豆 中国的一家 中国的一家亲 都是窝里豆 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窝里豆 骨肉相残 美国也是这样的 one is indivisible 你要是原来 英国殖民者 英国是美国是怎么样 把英国的殖民者给赶出去的 那也是 英国他也是在那 原来 原来那个什么 这个所以 西北沃 中国一定会采取 美国这种形式 统一了 用南北战争的方式 统一了 你不管你死多少人 西北沃这个 是死人最多的一个 美国在这么多个战争当中 没有西北沃这个死的人多 我不管你什么 我也统一了 统一了之后 只要我把这个大权 国家 这个土地权是我的 你还怎么搞 怎么搞 你都得服从中央 你不服从 我就采取一个武力 法律 外面是只有一个国家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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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 所以呢 这个叫做美国的夫模式来治理 台湾 不是大陆 不是皇帝的模式 不是大清的模式 不是民国的方式来治理台湾 香港也是将来用 英国人治理法 加了个总督在那里 这个东西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人 都能够踏山之石可以公寓 你不是喜欢香港的那个种族 英国的模式吗 我用英国的模式来治理你 你不是喜欢日本 不是喜欢天皇的模式 喜欢日本的模式吗 我用天皇那种 设个天皇来治理你 派个总督 原来台湾也是有一个 日本天皇的一个总督 就是派的国家的最一个代表 不是你在那里的 你代表你下面可以选 你可以民主 甚至可以走 就像英国一样 你可以有上一院下一院 但是他有一个女王在那里 这个虚拟的 叫做傀儡也好 干什么也好 但是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他是代表这个地方是英国的 是统一的 你现在香港现在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偶像在这里 所以他认为可以自己自由 然后自由自由 然后他以为这个地方都是自由的 哪有这个东西让你自由 这个土地哪有是你的土地 你统一了这个土地就是中国的土地 所以特朗普就说了一个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你再美国再插手 直直情报局 直直搞点情报 搞点煽动 搞点闹点事 造反 造点闹事 造反 有点 有讲点道理 胡隆的乱七八糟 搞乱可以 捣乱可以 成不了事 你捣乱受害者是将来香港人民 他自己看穿 将来 台湾在将来搞台独 最后苦的是老百姓 台湾建设不起来 台湾就总是落空 你经济不稳定也好 关两岸关系不稳定 你哪来 就没有水 这个叫 武艺山有一句话 天光云云共徘徊 半亩方舱一箭开 问去何时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你这样的自己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发生 你源头活水来 你得有这个源头 你得这个两岸关系好 才能有源头 现在大陆 不要怎么样来攻打台湾 就是整个一个封锁 这个一个限制你的东西 你先把你大陆的 不允许你大陆 跟那个台湾那个 一弄 你整个的经济就 一潭死水了 我不用打台湾的本岛 这边的钓鱼岛 那边是 这边的太平岛 一弄 你就人心惶惶 那边的航空母舰在东边一站 你美国拿 就根本就来不了 我那个 这个那个那个什么 红旗酒 那东西来了就打 这个就我既宣布了这个海域 现在来讲进行 暂时状态 我不用打林 自身就乱了 所以呢 什么北平模式 根本没有北平模式 北平模式还有附作义呢 台湾哪里找附作义 台湾谁能起义 蔡英文能起义吗 马云九能起义吗 所以没有附作义 没有北平模式 跟谁谈的 没有谈判对象 台湾没有谈判对象 谁能代表统一的对象 没有啊 没有我就不谈了 我就军管了 孙中山提出了三个阶段 军管 训政 宪政 那么军管的时间是多少 那么根据你 台湾的社会的稳定需要 你要多久有多久 这个问题很简单嘛 社会我可以讲了你 五合吧 我就采用三民主义的 共和主义嘛 然后呢 军信的时候 我的民和民心主义嘛 新民主义嘛 就是你要 你要适应这个新的 将来这个国家的秩序嘛 一个国家的秩序嘛 你不是台湾又是另一个国家 你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融入大陆的经济 整个这个大陆 大陆一带一路 这个共产典 你要融入下来 你试着生存 不是的 顺治者 唱意志的王嘛 美国呢 他根本没过来 他不能为了台独 他为了台独 没有理由 结果呢 他为了台独 系列的 美国国内法呢 把顺着根 就像蟑螂一样 把这个蟑螂引过来了 引到美国了 因为你有台湾关系法 所以很多台湾人要跑到你美国去 逃难啊 移民啊 要难民啊 那最后大陆也有很多人到台湾到美国去 美国就是你是台湾是你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也是你的一部分 你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炎黄子孙开坎的这个大帝 你现在当时是利用疾病流行病把中国人 原住民屠杀了 消灭了 不等于后来的春风吹又声 不等于以后中国强大了之后 不来解救美国人民 现在就要准备来解救美国人民了 这新冠病毒 现在美国采取的风 全都是照顾中国模式 风尘也好 街道也好 看上去 因为他看了原来起头上帝没有用 上帝他也疯狂了 上帝也得过新冠病毒了 所以上帝有用吗 上帝现在不管美国了 他是要中国好呢 还是不要中国好呢 因为中国可以有这方法 有资源 有物力 有实力 有娘 有奶便是娘 最后跟中国一定会好 因为他有资源 台湾那点资源 生佳缝都不够啊 你贿赂 你靠贝赂家库 贿赂家库 贿赂家库那些地缘 参议员 只能解持一个痞 这个得了一个什么呢 嘆 口惠心不直 他在口头上表得给你 做个样子给你来 这演戏的人看个戏的目的都没有 人一走查就凉 对不对 就转身查就凉 台湾和美国关系 他要是能够允许你台湾的独立的话 那就不会跟中国建交了 就不会把台湾的代表驱逐出去了 从大使馆驱逐去了 像书公园就不会有这个程度了 这个世界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你没有实力 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精力实力跟美国做交易 这个钱最后的利益在那摆了 有这么多中国人在大陆人在这里求学 在这里就业 在这里创业 给美国制造了很多商机 旅游也好 干什么也好 建设也好 他需要这个资金 需要这种利益交换 需要这个市场 你台湾算老几 台湾一个郭台铭还是靠我的压惠 你给我加工了 我才跟你 那是个喀巴狗 郭台铭说他养活了大陆人 他再敢说一句 他敢说他养活了美国人 美国人不删疼 对吧 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大陆人都是你郭台铭养的 我跟郭台铭的子弟一样 郭台铭去大陆的时候 我已经在香港工作了 香港商商区工作了 所以啊 因为你有那个机会 对吧 你可以搞点明明 你用大陆人来赚大陆人 你反过来你自己养活了大陆人 这不要脸嘛 抓住脸 人家一旦把你赶出去 你到其他地方到印度去 为什么他不在印度社长呢 他的供应链形成不起来嘛 那市场和配套的情况 他没有 孩子中国好 他又回到中国了 所以呢 他没当总统 台湾总统还好 他要当总统 台湾总统 他也得跟大陆来拉拢 大陆也希望他当总统 然后好做工作 但是 台湾人对他也不放心 那说真的 也许他就会变好了 也许就变坏了 这个人都是可以变化的 蒋介石也可以变化 毛泽东也可以变好 变好变坏都可以 可能的 人这个东西就像老婆一样 老婆也可以变 啊跟你一条心 这个大战临头各自飞 对吧 这人都是可以变的 国家到了人这个时间 到美国这个 你跟你好了 今天跟你好 明天不就跟你好了 他国家利益在那里摆在那里 我今天就讲这些道理 很肤浅 很实在 希望给点点赞 我明天再继续讲 我今天呢 1点49 讲了一个多小时 机遇改变命运 改变台湾的命运 改变大陆的命运 改变世界的命运 改变世界的命运 这个目标 我的目标 就是当台湾第一公普 谢谢大家了 有没有人跟我点赞呢 我看一看 我来给你招招手啊 1 2 3 4 5 还可以吧 反正就是 愿意听我的话呢 就听 不愿意听呢 也没关系 咱们 齐离看厂门 走着瞧 啊 我就这样呢 我现在把它结束了 OK 再见 拜拜 我这里已经是第二天了 拜拜 我这里已经是第二天了